前晚抽完歐聯分組賽 到昨晚 抽了歐霸和歐協聯 這兩行賽事的 分組賽的形勢 歐霸相對比較關注度 歐協聯不說了 因為球隊的實力比較參差 有些球隊好像 韋斯霞放進去好像有少少學納雞群 在分組賽上正常都應該手名出線 只要他肯出一下力踢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今季歐霸是因為 知名度比較高 比較關注度高的球隊 所以 似乎 應該會是 受到大眾的關注 所以 突然之間歐霸 為何多了人認識 不是多人認識 多了人留意 因為很多球隊應該 大家可能會 覺得不是歐聯才看到 當然啦 有些球隊 近幾年已經失敗了 不能再失敗了 有些 可能已經在重建階段 有些 正在重新 重新重新 所以 今季歐霸 突然多了很多 這類型的球隊 看這條影片之前 麻煩大家訂閱這條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訂閱了它 按下小鈴鐺 有新字幕就會通知大家 好嗎 首先說一下 今季歐霸 出線的 Criteria 歐霸 每組 分開8組 每組4隊 每組的首名 就會篤定 直接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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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強 次名 為什麼次名 不是直接出線 16強 次名 要去到淘泰賽 有一個附加賽階段 八支的次名球隊 將會跟八支 在歐聯 在歐聯 排小組第3的球隊 降格下來踢歐霸 要踢一圈的 附加賽 在附加賽勝出之後 再跟 本身直接出線16強 八支的綁修球隊 再對壘 再爭入8強 4強 以及決賽 所以 就不一定是頭兩隊出線 只不過 替頭兩隊出線 只不過是去哪個階段 至於第3位 每組的第3名 就會降格內踢歐協聯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看 接下來這幾組 究竟哪兩隊會是比較 熱門 可以說出線的 即是晉身到童負泰賽階段的熱門 首先A組 A組有阿仙奴 PSV 挪威的波特基林特 以及蘇黎世 FC的瑞士 毫無疑問 這組的排名 阿仙奴 即是走不掉 今季阿仙奴在英超開局 非常之好 目前三戰全勝在榜首 是目前英超開季以來 唯一一支三戰全勝的球隊 曼城上場都失分 暫時也不夠地理 阿仙奴今季在陣容中 加了一些球員 好像耶穌仔 立即不同了 真是前線 配合不同了 再加上 阿迪達 鋪了一對球 撿了一對球 用了幾年的時間 開始成形了 進攻 流暢度越來越高 新增高的加盟 亦令到球隊 在邊路和進攻方面 可以說是更加立體 所以 耶穌仔和新增高的加盟 令到球隊 可以說 提升了一個層次 出戰歐霸 當然啦 實力在這一組 無用置疑 一定是最高的 當然 剛才所說的球員 未必會出戰 在歐霸不會經常出戰 因為英超那麼多長球 還有今年 世界盃 11月 令到球隊 在上半球一定會濃縮 所以歐霸 當時應該被邊緣球員的複選 甚至青年軍上陣 但是阿仙奴的青年軍的後備 都比起 這一組其餘的對手 都比較好 這一組比較接近一點 跟阿仙奴可以困一下 就叫做PSV 但好老實說 PSV 剛剛是 歐聯的外圍 傅家在看著他們 都是比較嫩 對隔壁 輸的 進攻比較嫩 又說雲魯大勒 雲尼斯到來 前萬聯射手也是 PSV的 名宿 前射手 去執教 但是 始終雲魯的執教經歷都比較淺 還有 整隊球員的球員質素 都是參私一點 是參私一點 似乎 你想想你用到加普做的重心 進攻重心 但是加普 看完之後覺得 算了 你來到英超也是搞不定的啦 加普 你的實力也不是太高的水準 在何甲就玩到 英超 出道來這個世界就不行了 所以 正常的PSV都難的啦 都難是可以撼到 阿仙奴的首名的位 當然 話題性為甚麼 因為雲魯再遇花才好 記不記得這一幕啦 當年 當然是當年人面全非啦 但是 雲魯又對著阿仙奴 不禁令人 想起另一幕啦 其餘兩隊的對手 波杜基林特 以及蘇利沙FC 相信 都難以跟阿仙奴去撼 看看會不會有些機會偷到雲魯的次名啦 好啦 波杜呢 波杜就是甚麼 基庫達蘭姆 法甲的雷恩 土超的佛倫巴士 以及這個 AEK 希臘的 那麼 兩支話題球隊 開始會再對裏了 本來 基庫達蘭姆 和菲林巴士 在歐洲 歐聯的外圍賽 第二回合的時候 是 對撼過的 當時 基庫達蘭姆 是淘汰了 淘汰了 菲林巴士 是晉身去副加賽階段 只不過 之後就輸了 又被這個 奔菲家出局 那麼 為甚麼有甚麼話題呢 就是因為 當時 基庫達蘭姆 沒有東西 是否手回合 是否癡回合 作客 菲林巴士的時候 菲林巴士那群 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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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支持普京之歌 那這群 這群 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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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球隊真的太邪 當然啦 實力上 幾乎 費倫巴茲和雷欣實力都比較接近 但是 幾乎可以說是哀兵上陣 烏克蘭的形勢 這反而激發球員的鬥志可能會打高一點 所以個人會看好 幾乎可以拿到一個守命出線 費倫巴茲可能會跟雷欣相爭 雷欣呢 今季都是引入了一些球員 都算是比較熟悉 例如在熱刺借了 祖洛頓 在博洛尼亞簽了 菲亞迪比利時的中堅等等 相對實力上應該提高了一點 但是 開季就一般 剛剛去到第三周才打開勝利之門 不知道會不會漸入街景 個人就會覺得 首名應該是幾乎的 次名就偏向屬於一個雷欣 因為費倫巴茲呢 其實近年的實力 已經比較跌了一幅 不是在過去的位置 土超三大勁類的 不是啦 費倫巴茲已經跌了一幅 所以提示就是 基庫達蘭姆和雷欣 C組 羅馬 盧多 格德斯 貝迪斯和喜新基 羅馬 這組一定是看羅馬的 爹地帶球隊 爹地帶羅馬 上季帶羅馬 第一季帶羅馬 是六位的 其實我已經說了 無數次了 爹地帶著這群實力這麼參差的球員 的兵 可以這樣可以獲得歐協聯冠軍 也可以獲得歐八位 其實已經是贏了 今季羅馬 更加有真兵 戴巴茲 馬迪 阿魯姆等等 這些球員都加盟 雖然老母因傷 似乎上半季就不用預算 但是 還有戴巴拿 馬迪這些 正好可以說是 實力那方面更加是 不用說了 都是增強了 加上本身有的 萊巴咸 閃摩嶺 柏林 柏利堅尼等等 這些球員都夠做的 特別在這裏 所以就算歐霸哈 爹地派一些副選進來 在這一組來說 應該都是他們首名 為主是爹地踢歐洲賽 有些辦法的 即是他在這裏戰術 只要球員執行到的話 絕對有些辦法的 比較接近這一組的實力 就是貝迪斯 貝迪斯今季 因為開局其實也不是太差 暫時兩尖就是沒有幾次全勝 更加兩場球 已經進入了五球 都是兩名球員 一個桑美和伊基沙斯 偏向都是這支球隊 有一個 在西甲來說 近年都是站穩中游位置 所以 實力上 他們都是比較 比其餘兩支球隊來說 都是比較出眾一點 所以呢 他們當然也會有力 跟羅馬相差一個首名 但是 再概括一下 歐洲賽的經驗 特別是爹地的效應 羅馬這一組應該可以首名 D組就是布拉加 瑞典馬霧 德甲的柏林聯 以及聖基羅斯 這一組真的 似乎布拉加和柏林聯 都是相對實力比較接近 今季柏林聯 其實開局不錯 暫時是保持不敗 上場球更加贏了 阿爾比羅比錫 這個東北打臂 其實也不算說什麼東北打臂 那是一個 德國東部 兩支球隊對壘 就是 柏林聯 是贏了 柏林聯 近年 幾季之前升了上來 德甲之後 表現是越來越好 越來越有進步 由最初彈球叫做護級成功 到上季參加歐協聯 到今季再升一格 參加歐霸 其實越來越好 就算每年賣主力都好 他們都無損實力 因為他們是打整體為主的 這對球 那麼布拉加 布拉加今季也是 這個在蒲超開局 暫時都是三戰兩勝一和 但是如果你說 對著柏林聯 這些打整體比較機動踢法的話 所以 布拉加減了一點 可能就 憑著他們比較豐富的歐戰經驗 可能就 那方面去對行一些 那麼 馬武 馬武 其實今季有少少跌勾 特別在瑞超 已經不算前列 暫時排第五第六位 有些令人失望 所以如果你說 以石尼來說 似乎 個人有貼柏林聯 就守名 布拉加是次名 好 E組 E組 哇 哈哈 知名球隊是曼聯 黃蘇 舒列夫 以及尼科西亞 當然啦 這一組最關注的當然是曼聯 這隊這樣的球 開季頭兩場就搞笑 兩戰全敗 失 失六球 排榜尾 剛剛那一周 早幾天 第三周聯賽主場 雙鴻匯 對著利物浦 贏了利物浦 打開勝利之門 用雙鴻匯來打開勝利之門 真是催你不將 唉這隊球 今季坦哈格的執教之下 最初 坦哈格很理想化 想著 把亞積士那一套 放下來 誰知道 他完全高估了這群球的執行戰術 能力和球傷 可以說 終於是一堆屎 去到第三場 不得不 有些妥協 都要撐回防範 低位 no block 防守 果然 這群球 真是踢慣 走不出去 comfort zone 都是要踢回這球 才能勝出 但是如果是這一組 對著黃蘇 蘇烈夫 和尼科西亞 對著 實力上 排面上 當然是他們最高 但 個人都會貼他的手 但不是沒有暗勇的 黃蘇實力近年 大家都看到 在歐洲賽場 歐戰 其實都是實力分子 上季的歐霸 都是入到 十六強 八強 都是不差的 西甲更加在 中上游的位置 浮遊 所以黃蘇 還有大衛斯華 美連盧 這些 西班牙的前國 和現役國 雖然剛剛離開了 伊薩克 但是 以黃蘇的實力 在歐霸杯 一向的表現 都是不差的 所以 萬聯對著他 絕對 不是吃硬 真的不是吃硬 也沒有本事 是穩勝對手 另外兩支 雖然論實力 萬聯當然是高過他們 當然是高過他們 那些 萬聯這組 即是連那兩隊 不夠打 那些是吃屎 當然不是 論實力 當然是萬聯高過他們 但是 另一個暗翁 就是長途機 蘇烈灰就是 摩爾多瓦 東歐 摩爾多瓦在哪裡 就是羅曼尼亞隔離 OK 東歐已經遠了 英國飛過去 都還未夠 尼科西亞 塞浦路斯 地中海 其實塞浦路斯更加 有些地理學家更加 放在亞洲 那你想一下 如果要飛到這麼遠 即是長途拔蝕 其實都幾傷 幾傷體力 這也是一個暗翁 所以萬聯會貼他 但是不會穩陣 有暗翁 當然次名 如果頭兩名一定是萬聯和黃蘇 其他兩隊 蘇烈夫上季 歐聯有點驚喜 有作客贏的黃馬 也可以押到沙達 可以拿到第三名 降格出戰歐把 但是 沒有了 不過今季 暫時這一組 看不到會有什麼 對 你今季拿到第三名 降格出戰歐協 已經算很好的 已經 好了 F組 F組 哪幾隊 拉素 菲燕諾 米迪蘭特 以及格拉茲 這一組 當然 比較看過一個 排名上 一定是拉素 拉素 今季 開局 也不算太差 沙利執對球 今季開始 可以說是比上季有進步 因為經過一季的適應 那麼 再加上就是一群的球員 有些是越來越成熟 魯莎爾拔圖 甚至是菲勒比安達神 等等 再配合 柏道 門口狗射手 音樂比利等等 那麼 表現上 實力上 就真的不是說 雖則 未至於是二甲最高 但是 在這一組 在歐霸盃 爭取佳職 就絕對不是什麼難事 老實說 拉素 在今季歐霸盃 其中一支奪標熱門 那麼 OK 當然 特別在這一組 就是 你看出來 跑出的 另一支 比較跑出的 就是菲燕諾 這支上季歐協聯 亞軍球隊 暫時在 河甲 就僅除 亞積士之後 排第二 那麼 似乎 雖然今年 跑出馬來西亞 馬來西亞 但是 實力上 就不會太大 下降 太大影響 所以 菲燕諾 這一組 可以叫做 抗衡到拉素 那麼大 都是拉素高一點 拉素首名 菲燕諾次名 好 G組 奧林比亞高斯 卡拉巴克 佛拉寶 和南特 這一組 有三支球隊 比較實力上接近一點 奧林比亞高斯 佛拉寶 和南特 不代表卡拉巴克 沒有機會 卡拉巴克也有實力上 可能比較實力 但是 勝在地理優勢 三支球隊 都要去遠征阿塞拜疆 相對地 希臘過去比較近 德國和法國 就真的 恭喜你們 奧林比亞高斯 相對地 個人會覺得 這一組 是首名的 這一支 希臘的勁女 雖然近年 在希臘 不再是一些 可以 叱吒風雲的球隊 即是 開始就有些 跌窩 不再是 穩奪冠軍的球隊 但是 歐洲賽場的經驗 是比較豐富的 特別是這一組來講 那麼 他們 爛船長的三根釘 往往 歐霸杯 他們總會有些 有些事情看下 要入 這個淘汰賽 應該不成了什麼問題 佛拉寶 上季 近兩季 近幾季 德甲表現 令人驚喜 即是黑馬 今季 也是晉身歐霸杯 分組賽 實力上 奧倫比亞 跟佛拉寶 比較高 南德 暫時發甲 開局 是一般的 這隊 OK 但是 歐洲賽 很難趕 佛拉寶 未必出全隊 這隊 會偷到雞 拿到分組賽 所以這三隊 其實都會混戰 可能真的 個人 只不過 從排面 以及經驗 人腳方面 就是 奧倫比亞高斯 首名 佛拉寶是次名 但是 也不要忘記 卡拉伯克 剛才所說的優勢 亂局 亂局 甚至是奧倫比亞高斯 作壓球隊的時間 會不會 交出同樣的 水準呢 這個 也很值得 大家看看 H組 好了 貝爾格雷德 紅星 塞爾維亞 勁女 摩納哥 菲倫華斯 和 達拉布中 摩納哥 實力上 這幾隊 都突出來了 不過 今季 暫時 表現是一般 歐聯的外輪賽 也出局 輸了給PSV 聯賽 也只是 贏了一場 一三場 所以暫時 不像預期 但實力上 絕對是 這幾隊 比較好 紅星 就是 歐聯的外圍賽 附加賽 輸了球 輸了給馬卡比 只能降格 來踢歐巴 紅星 這支前 歐冠杯的民主 近年實力 都很不穩陣 有時候會入到歐聯的分組賽 但是 有時候會在外圍賽出局 這隊 從外圍賽看到 防勢力是非常之一般 欠缺紀律 所以 你說 這一組是否有機會呢 排面上當然是 但是 個人比較覺得 更加會看好 特拉布中 比他們更好 多些 相對特拉布中 雖然也不是太好 但是至少 別人的實力 比你紅星更平均 所以 我會貼 摩納哥 手名 特拉布中 次名 好了 一次過看完八組 歐巴 今季的歐巴 是5月31日決賽 5月31日 在匈牙利 布達佩斯 普斯卡斯球場 那裡就有機會 踢 那麼 八組來說 有些人會看好 看看會不會有驚喜球隊 其實 這八組來說 是否有什麼 一定是入眼決賽 未必 因為你還要看 歐聯那些 歐聯降格下來 那些 可能是整隊巴賽 下來 整隊 國米 你也有不同的方法 好了 我們儘管看看 OK 今集時間 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麻煩 請多點個Like 以及訂閱這條YouTube Channel 下面的Description也有連結 可以按一下 加入TG Group 跟我們講波經也可以 或者講其他東西 吹吹吹吹都可以 最後就記得追蹤IG 好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